4月27日高晓松发文庆祝中国电影导演协会颁奖盛典圣满成功 有网友评论起微博道 你的国籍回来了吗 对此高晓松首次回应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申请过外国籍 我是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员 当然是中国籍呀 从未申请过外国籍 谈何回来 嘿嘿 据悉高晓松属于美国籍的说法由来已久 2011年 他因酒驾被捕时 网络上就流传其 拿出美国护照的说法 当随后交管部门证实 高晓松是中国籍 要受到中国法律的制裁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